特別注意就是 他很麻煩一點 前面兩個 是用甲或乙等等的 總考評 他會是用那個a a-a加等等 那他的那個等級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考機 如果是優的話95分 甲85分 乙的話75分 那考評的話 又有不一樣的對照法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 要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個60%他的來源是 這三個 加起來 然後再平均 那你可以除以3 全部相加再除以3 或者用平均函數 都可以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當然理論上 如果說你可能不太熟的話 你可能要分三次 比如說第一個成績 第二個成績 第三個成績 當然 不過這樣有點麻煩 我們先 分階段來做 第一個 這個甲 那要怎麼查到 一樣 插到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 一定有一個 V2個檔數 那查什麼 查他 查這個對不對 Table array F3 這個時候F3又跳出來 OK F3按下去應該會有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我要找什麼 烤雞 有沒有 因為他這個是 烤 烤雞 這邊是烤坪 OK 按確定 好 那這邊的話 是哪 2 因為 夾 優 甲 乙 是第1欄 查一定查第1欄 帶過來資料 一定是第2欄 所以這邊的話第2欄 然後比對方式完全比對 輸入0 按確定 85分 那這個的話 也是再查一遍 這個的話 再查一遍 不過 這樣有點麻煩 你當 這邊 我都把它 橡油田嘛 那這邊橡油田嘛 看一下 因為橡油 應該也會查 因為他橡油的話 他會去抓什麼 抓 G2 G3的 這是 F2 F3 好 這兩個有了 再來是這一個 那這個怎麼比 一樣 用那個查詢的 查論數 裡面 最近使用過的 Vidio函數 那查什麼 查這個 在哪邊查 Table Array 按F3 裡面的話 會跳出 一個叫考評的 這個是考評 按確定 那找一定是找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要抓回來的一定是第二欄 然後呢 比對方式 0 OK 按確定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三個平均 平均的方式的話 當然就是直接 在這邊點一下 插入環數 裡面呢 你找一下Average 我記得應該是在統計吧 或者你全部裡面找 Average在這邊 平均 有沒有 按確定 那平均什麼呢 把這三個 把這邊刪除 那 聽說 對方